虽然治理地下 但他却知道丈夫的拳头是真的很疼 无奈他只能一股脑爬起来 跑去街上亲近别人家的孩子 可村里人都嫌他是个傻子 连同孩子们也对他又怕又烟 不但跑得飞快 还纷纷向他丢来试字 嘲笑和欺辱对樱桃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可汉傻的他从来不会计较 他是个苦名人 从小就因烧坏脑子被轻生扶不一起 村里的葛大能看他可怜便将他收养 顺便给自己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葛王做个媳妇 一个腿脚不便 一个智障杀气 在外人眼 他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樱桃虽然不知道结婚是什么 却也心甘情愿跟着葛王过日子 而葛大能去世后 两人也成了彼此最亲的人 好在葛王还算心地善良 不但没有嫌弃过吃傻的樱桃 还处处提提关心 家里的脏货累货全都被他包揽下来 与樱桃的只剩开心一切 小两口的日子虽然轻贫却也在外面 然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樱桃竞与发渴望做一个母亲 他每天都盯着情深的年华 看他出身 甚至开始自唱的重要产生 渴望情乐 村里人的嘲笑声骚得渴望满脸通红 回家后便将樱桃抱打一顿赶出门去 此时天色已经渐渐变暗 对于从小一地为创一天为备的樱桃来说 根本不愁无处可去 他随意钻到存边的一处大树旁 一边望着天上的月亮 一边沉浸在她母亲的幻想中 沉睡去 可谁知道了 一声银耳嘹亮的啼哭声忽然想起 樱桃瞬间的惊醒 大喊安便发现 甚至为了不让孩子手 跑去自家猪圈将就了一顿 避二天一早 出门干活的隔望 看到呼呼大睡的樱桃后不免下了一大天 她误以为妻子为了当妈已经领帐 不知道后来了谁家的孩子 直到看见抢击中的信件和六十块钱才明白 这是被人遗弃的女婴 时下整风计划声音 再加上审敌人只能轻易思想念 往山上的女婴的事便藏有发生 格望不愿让本就贫穷的家庭再添一张嘴 更何况她还想要个轻生的男娃 思虑一发后 直接叫来女人家不知 心里的孩子 可谁真能坚持 好几天在女人之间 仅仅我的孩子 她总将就因平烧坏脑子 被父母遗弃成了孤儿 但偏偏没有感受过家庭温暖的女人 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个母亲 为此她故意撕下家里的年华 将白白胖胖的孩子贴在自己肚皮 逢人便掀起衣服洗笑颜开 炫耀自己即将成为妈妈 樱桃听不出讽刺 只沉浸在身为母亲的喜悦中无法自拔 也许是她的诚心感动了上苍 不久之后果然让她捡到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孩 看着强保中受落不堪的婴儿 樱桃积压多年的母爱在这一刻奔布耳朵 她不分白天黑夜将孩子抱在怀里不肯撒手 就连丈夫葛望劝她休息都无动于衷 家里的活圈都压在了葛望身上 而樱桃甚至因为孩子再也不肯让丈夫谨慎 眼下正逢计划生育 家家户户都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葛望担心女孩的到来会让家里更加贫穷 更担心自己会因此没有儿子继承香火 这天她坐在门口抽了整整一碗的烟 最终还是趁樱桃熟睡时 悄悄将孩子抱走送给了一堆开面包车的夫妻 但可忘不知道的是 她前脚刚走 她和女主妻情妇 找不到孩子的她惊慌不如 谁知道处训证事 竟正好看到面包车扬长而去 婴儿的啼哭声向车天机 樱桃的心烈车的碎裂 她拼命来的想要追赶 但很快便进天井头了下去 面包车就这样眼睁睁消失在眼前 空荡荡的山路上只剩下阳气的灰尘 樱桃麻木地站起身 渴下一秒 她又茫然且坚定地向前走去 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后 她终于来到了城里 此时的樱桃又累又饿 只能在垃圾堆里不停翻找食物 在路边的电线杆下稍作休息 可她不敢耽误时间 每天徘徊在大街巷巷 看到面包车就扑上去寻找女孩的踪迹 而另一边 葛望也开始后悔当初的做法 她担心樱桃会出意外 在存长的配同下很快看到这 谁知就在她到处寻找时 竟恰好撞见樱桃抢下一个女人的孩子 憨傻的她以为 只要是面包车上下来的孩子 就是自己的宝贝 谁要却被人当成人贩子 围在中间狠狠暴打 看着似心涅肺哭喊的樱桃 葛望的心也被救得生疼 她终究还是心软将孩子邀了回来 而夫妻俩给女孩起名哄哄 从此再也没有将她服从 之后的日子里 樱桃将所有母爱犬都清除在父母的身上 一直小心呵护她直到五岁 女俩整天心应不理十分幸福 而樱桃最喜欢做的 就是爬到高高的树上 给女儿摘护眼影的樱桃 可随着年龄渐渐增长 红红也开始同时 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和别人不同 更不清楚其他小朋友 为何会孤立嘲笑自己 傻子的名头好像一种耻辱 让她自卑到抬不起头 而葛望察觉到女儿的不对劲后 便时常叮嘱她一定要好好对母亲 毕竟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红红 可奈何女儿根本不懂 爱美后的含义 随着红红越找越大声地下去 她的影响的意义越来越深 随着红红越长越大傻的小雪 她也渐渐明白了傻子的汉意 同学们常常因此嘲笑讽刺她 甚至会刻意孤立欺负她 红红直觉地自卑丢人 心里对母亲的恨意也更深了几分 可吃傻的樱桃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更不明白女儿为何不像小时候那样喜欢自己 她只能小心翼翼讨好 每天傍晚都累大不懂地跑去学校接红红放学 然而她的出现反倒招来同学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羞辱 逗了人的红红脸色大片 对樱桃也在每个好脾气 卡拉卡 不要浪负我 你不要 面对女儿无故则骂 樱桃只能委屈地躲在一边 可当她看得红红因为太困怕在桌上睡着后 她还是心疼地将女儿抱到床上 随后学着对方的样子 在作业本上认真书写起来 樱桃害怕女儿会因为写不完作业被老师批评 却不知自己好心反倒办了坏事 第二天一早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红红一顿冲啊 埋怨她在作业上随意写话不珍惜学习机会 自尊心受挫的樱桃回家后大哭一场 对樱桃的态度也愈发热烈 你还不要把我的东西 不要给收下 快 你也不想我去做我了 快 这后的日子里 樱桃再也不敢问樱桃地说一句话 就连童年是喜欢的樱桃也十分嫌弃 而为了不让母亲再出现在学习 她干脆在为天上学习不依促着在中大 偏偏这天快要发学习 不然下起漂泊大雨 家中的樱桃担心不已 她想给女儿送散却怎么也出不去 情急之下只能从窗户跳下来 一双脚不慎扭伤 可樱桃却毫不在意 不顾大雨临时直至奔向学校 同学们像往常一样一边叫马傻子一边扔石子 而樱桃却望着那单薄的身影 第一次体会到愧疚的感觉 她当即和同学争吵推丧起来 谁知樱桃看见女儿受了欺负 禁不顾一切冲上去拼命 男同学被打得鼻青脸着 当晚便让家长找上门算账 不但写了饭桌一顿打砸 还硬逼着葛王赔偿两百块 可家图四逼的葛王哪里有钱 万般无奈下 她只能当着对方的面狠狠抽打樱桃 红红背下的苦声阵天 托在父亲脚下求她停手 而对方最终看不下去 之后警告一番便匆匆离开 这一刻一家三口的心中 遇见了一千亿灵俱在一起 可不幸的是 红红却因为受到情侠病毒在窗户 樱桃竟然用心 赶紧与丈夫和李江女儿送去医院 很开心 她每天都要跑去山上 摘最新鲜的樱桃给女儿吃 巫女俩总算兵事前线 像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 不久后 红红迎来了生日 这天一大早 樱桃便跑去山上摘果子 可知道天色变黑还没有回家 葛王有些担心慌忙 拿着手电筒去寻找 然而找个整整一夜还是不见了 巫女俩还以为樱桃 这是一个命迹 谁知几天 从我们哥哥好 樱桃在狗桃的路上 身边不寻找 被吻到现实作为天色 妈妈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快走我一走 我以后再也不可以到何时 妈妈 快走我爱妈妈 忽酷的四心烈肺 可最爱她的妈妈 终究还是回不来了 我以后再来